習慣就是說我們寫的Visual Basics就是在這個地方 等於是聚集的左邊的位置 OK然後 這可能要慢慢習慣它 然後我是建議這個環境你打開之後 我的習慣通常因為它一打開會是這麼大 就整個好像把那個畫面整個蓋滿 那我是建議你可以 所以我個人的習慣是喜歡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然後浮動在上面 有沒有然後可以左邊移動右邊因為你直接可以看那個 後面的那個狀況你再去做後面的程式撰寫 不然的話你蓋住你看不到什麼東西嘛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好像上級朋友提到字太小了像預設字好像如果太小的話記得是工具選項 然後這邊有個叫撰寫風格 我是調到12號字的預設好像才9號字吧我記得如果你假設沒沒動的話 智慧這麼小啦 看的其實我是覺得比較辛苦啦OK除非你眼睛特別好不然的話 你不需要傷害眼睛的話我建議還是把它稍微調一下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的地方 至少調到12號字吧感覺好像至少比較OK 自己看的舒服 為前提 好 然後 其他大概 就這些設定 你也不要亂動 因為我最怕同學 怎麼講 亂關 比如說關的話 這個關應該倒還好 就怕說我同學關錯地方 關哪些地方 這個關都還好 這個用不到沒關係 最怕是關到這個 這個有沒有 叉叉 OK 因為這蠻多同學 一把關掉 不知道該怎麼辦呢 你想說他把它關掉了 然後再切會不會正常 不會嘛 那所以如果你假設老不小心關掉沒關係 那個功能呢其實就是檢視 然後呢最終那個東西要專案總管 他就出來了 OK 所以 那底下那個叫屬性視窗啦 所以底下那個屬性視窗沒有沒關係啦 但如果你想說你要讓他顯示 也OK啦 反正就是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要開剛剛那個模組就點兩下模組 有沒有 屬性就掉出來了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運作的流程 反正你慢慢習慣他我覺得 將來寫 無論是錄製聚集或VBA也好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流程 反正一定就是模組 一定是sub OK 那個sub呢可以變成一個按鈕 OK 基本上這樣應該 足夠了啦 暫時夠用了 如果有一些比較 其他的應用 我們在講 OK好 熟悉這個環境 再來的話呢 我們剛剛已經把那個 兩個sub自己寫出來了 有沒有 這個門號公式 執行 這邊 這邊有了 實際上 就是把公式丟進來而已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的這個等號 其實跟以前你的理解等號不一樣 OK不是那個什麼 1加1等於2那個等號 這裡的等號 特別重要 是把後面的東西 串切完之後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所以這個等號應該是指的是把後面的資料 賦予到前面的意思 OK 所以這個概念 可能要 慢慢要理 要能夠了解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 常常因為受到以前那個等號 這個符號的那個什麼講 可能制約太久了 就一直卡在那裡 老師那個等號我沒辦法理解 為什麼這個地方會是這樣子 其實他就是跟你以前理解的等號是不同的東西 不是 兩邊 他是把後面的東西 賦予到前面去的意思 可能慢慢習慣說你應該就比較能夠理解 不然我發現有個同學一直卡住 OK 那最後的話如果說我今天的清除也是一樣 清除實際上就是把這個 叫空置串 空置串其實在 這邊其實指的也可以當他是清除 清除 丟進來 自然裡面東西就不見了 那目前只有一個 所以如果我假設希望 可以輸出第二個的話 那是不是第二個怎麼怎麼做 其他你想說第二個 那是不是說還要再寫第二行呢 其實當然 我做一個錯誤的示範給各位看一下 錯誤示範是這樣 就是 第二個的話應該是第三列嘛 然後這邊應該全部都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3嘛 F3 G3 H3 H3 好 第二個有了 第二個有的話執行看看 有沒有這個有了 你想說老師那第三個怎麼辦 第四個 再來 所以如果將來你要寫程式啦 當然 你實在不會寫回圈的話 是這樣寫可以 但問題是如果我們總共有total 多少個 控制向下 一直到101有沒有 這邊有列 101列 對呀 對啊 所以 如果 你當然要 更快一定要學會一個 VBA程式裡面的 精髓啦 就是 重複做什麼事情的清單 他會幫你 產生那個清單的話 那你可能要學會一個 所謂的 貨迴圈 那貨迴圈的撰寫方式 我把它寫在那個 SUB 就是第一行的下方 Enter一下 然後呢 先打個 打個TAB TAB的話就是 說牌的意思 OK 打個TAB 然後呢 你給他一個清單 那我希望他的清單範圍是 第幾 列到第幾列呢 第二列到101列 所以你給他一個清單 可以這樣去 For i i是個變數啦 這個變數的話 自己取的 你用別的名稱 你用A 用B 用C 也都OK 但一般習慣呢 列號呢 都會用I來表示 等於第2列 空一格 到 到的話 是True 再空一格101 Enter兩項 打個Next 好 這樣的話 要寫好一個回圈了 OK 這個其實 這幾行 這底下這個把它刪掉了 這個回圈的寫法 這個回圈的寫法 很重要 以後反正你要寫一個回圈範圍 基本上就寫成這樣就可以了 最好這個可以記的話 最好記起來 因為這個還蠻重要的 好那這個時候呢 實際上 他就會幫我產生 一個清單範圍 是從第2 到101 也就是2345611 反正就是 這個清單範圍 然後呢 就會丟到I裡面去 所以I 就是一個變數了 OK 變數裡面放什麼 反正先放2 再放3 再放4 一十類堆 到101 OK 所以呢我們接下來可以怎麼做 可以把這個 放到這個Fullnet裡面 記得喔如果你要在這個清單要讓他有work的話 一定要在Full跟Net中間 被執行 好這個可能要 OK Fullnet 好那一般習慣喔如果你在這個回圈裡面被執行的話 習慣會縮排一下 所以會按一個TAB鍵 表示 他是在這個回圈裡面被執行的 好那你想說 他這樣子是不是快OK了 其實差不多了 所以呢我們 我們接下來只要把 Sales 21的2有沒有 改成什麼 改成I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 他第一次不就是12 第二次就13 14 以此類推 OK的 好 我們來試看 不過 現在跑應該還有一個問題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對為什麼因為公式 因為他公式都是F2嘛 F2 F2 這底下應該變F3 F4嘛 所以呢最後最關鍵的地方也是最難的地方 就是要把這個2 通通改成什麼 改成I 但問題來了喔 你想說老師那剛剛這個 這個把 2改成I蠻簡單的 為什麼因為他是數字 那因為I本身就是一個數字的變數 所以直接放進去 OK 兩邊是Mage 因為反正你是數字 我放數字剛好 可是呢我現在後面這一串喔 對 沒錯 那文字呢 如果你要把那個 數字放進去的話 你不能說直接就把I 就丟進去喔 因為他丟進去 他變成文字了 你不能說喔老師我把這個 2直接改成I 喔很抱歉 你現在改 這個I 是一個文字 他一定不會work 所以如果你要讓他work的話 你要怎麼 喔很麻煩喔 首先你必須怎麼樣 先把那個 文字切開來 因為這個文字 你中間要放個I的話 你要先把它切開 切開之後再用串結符號呢把 I串在中間 才work 這個也是這個程式裡面最難 同學最不能理解的 但是我先 示範一次給各位看一下喔 他怎麼把它串到裡面去 特別是喔 先把二選起來 然後先把一個字串變兩個字串 所以雙方要兩個 這個時候呢實際上喔 他就被分開來了 然後要把I串在中間的話 一定要用M的符號 M的符號呢 移到中間之後再加一個I就可以了 就是把I 有沒有 串在 這個文字的當中 就OK了 這個文字的 我常常講到這裡的同學真的是 沒辦法馬上可以反應過來 所以我建議各位啦 如果你實在是一下子沒辦法理解 乾脆呢你記個口訣算了 記口訣比較快 怎麼做 我做一次一個 一 把你要把它變成變數的地方選起來 然後雙號兩個 移到中間 M的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I 然後 沒錯 然後呢 最後記得喔 因為M的符號前後要空白 VBA要空 可是以S也不用 所以AND 前後加空白 這樣就OK了 所以如果假設啦 你一下子沒辦法 理解 因為我發現這個地方同學一下馬上理解的機率很低 除非你本身已經會寫程式的 不然的話你先 跟記口訣 我再講一次 這邊一樣 先把你要把它變成變數的地方選起來 然後呢 記得喔 雙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加一個 I在這個中間 並且把那個 AND前後加空白 這樣就OK了 好 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試試看 理論上 不過看到結果就長 這樣的 其實就 其實看起來 也 應該沒有太複雜 只是說 這一個字都不能做錯啦 因為它有固定規則啦 那當然 白話的意思就是說 一個文字裡面要串一個變數 一定要用這樣的方式來串 的意思喔 OK喔 那我們來試一下 OK之後的話 把它執行 有沒有這邊都通通跑 好 那底下你說 清除怎麼清除 清除也很簡單嘛 清除更 最簡單的 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4 複製過來 然後底下一樣 放在NAS 然後 把它按TAP鍵之後 因為它比較不用去處理那個 I的部分 直接就把I放在這裡就好了 這樣就寫完了 清除比較簡單 OK 自信一下 全部清光了 為什麼 因為它就 到101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主要就是 加上一個4回圈 4NET 然後並且 比較關鍵的地方是這個 串接 I 在一個 文字裡面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 那這一串 程式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 你們可以參考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第14頁 其實也有4回圈 的程式撰寫方式 好